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會更精簡 什麼方法更精簡 我先在這邊底下 這一行呢 跟我要另外寫的 因為我要參照 然後我先把這一行先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Enter一下 貼一樣在下面 這個把它註解 Ctrl加斜線 那主要目的是讓各位比對一下 跟新的跟舊的寫法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這邊 這一行 假設我用Formate來寫的話 它的好處會更精簡 那怎麼寫 特別是第一個 Formate它是一個字串裡面的一個函數 所以字串嘛 第一個 假設這一段 我把它delete掉 那第一個我先需要給它一個字串 在這個字串裡面呢 Formate的顧名之一就是 你要先給它一個格式的語言 先寫在裡面 那這個格式語言 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首先固定規則說 如果裡面的詞 不確定 就是一個變 就是不確定的詞的話 你可以用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如果你要放的是小數點 我們上次有用過啦 冒號 點2f嘛 就取得小數點第二位 如果整數的話就點d嘛 如果文字就點s 如果你不管 反正我放什麼都可以 你就大瓜糊就好了 所以這一題我們乾脆就用這樣 比較簡單 直接給一個大瓜糊 那這個大瓜糊後面會帶一個成號 有沒有 然後再一個大瓜糊 後面又放一個 有沒有 會變的 然後等號等於什麼呢 等於兩個相成的結果 兩個相成的結果也不是確定的 所以我就再一個大瓜糊 也就是先把什麼 先把我們的那個 輸出的那個規則的格式 格式的公式先產生 然後後面記得加一個tab 反斜線t 這樣就可以了 它的好處就是不用加串接啦 也不用轉型了 那後面的話你只要怎麼樣 加一個在雙型號後面加一個點 format 打一個format 針對這個前面的四串做格式化 所以你打一個format 然後小瓜糊 小瓜糊裡面的話 因為前面我們有三個大瓜糊 所以你在這個小瓜糊裡面 也要提供給它三個變數 那比如說意思就是第一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第一個請你幫我把I塞進去 第二個請你把我把J塞進去 第三個呢請你把我I乘J 塞到第三個大瓜糊 有沒有 一個蘿蔔一個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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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有點像喔 把格式呢跟資料分開來的 前面是格式 後面是資料 有沒有 後面的資料放到前面的格式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而且這種寫法我覺得還蠻清爽的 所以呢如果我寫 我通常還是會寫後面這個方法 而且後面這個方法 未來蠻多地方可以用到 像比如說設計網站的網頁輸出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輸出 因為表格嘛 表格其實很多標籤還有CSH TML 那麼多東西 如果你不懂用這個的話 你串完之後 你會把 好複雜 但用FORMAS就清爽太多了 OK 好 應該可以懂我在做什麼啦 就固定規則 好了之後的話呢 執行看看要不OK 執行起來的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執行結果 一模一樣 有沒有 差別的話 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要是你選的話 我當然一定會要選這種 這邊是格式 這邊是丟資料 上面的話就是 一直串 然後還要記得轉型 如果你忘了轉型的話 那又是錯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兩者之間比較一下 那最大的關鍵就是 利用那個FORMAT 幫我們做一點事情 OK 畫面呢 沒切 試一下這個地方 我剛剛寫完的 這個程式 雲端上也有放 所以如果你有些細節部分呢 假如 那個 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上面 我把它也是這樣 把這個 mark一下 就這裡 OK 試一下 嗎 好嗎 好嗎 不要啊 好嗎 有些 overlap 感谢观看